食臭你今天要帶我去哪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香味呢 對啊這是什麼 那就是餐廳囉 進來就知道了快點 哥哥帶你來吃一個 非常非常有名的叫 春野新派川菜 您知道這個主廚是誰嗎 郭主義師傅 人稱郭主義師傅的郭主義師傅 我是郭主義師傅 你好 大家好 師傅你好 這是賽螃蟹 賽螃蟹 對 那其實呢 它裡面沒有螃蟹肉 它是血魚蛋白 它是蝦的 下去炒製而整起來 有品特耶 有啊有啊 那個跟著一起夾而吃 好創意料 所以我們這家餐廳 不是只專賣川菜 它其實是創意料理 很多創意菜 但是呢 以川菜為止啦 這個是呢 那個川木 有點酸辣味的感覺 對 尤其如果天氣熱的時候 這個滿開胃 對啊很開胃啊 好好吃耶 對 再來呢 我們來吃這一道 膠質白肉 膠質白肉 三味新鮮的花椒粒對不對 嗯 然後呢 底下有豆芽菜 那整個味道呢 都已經進到豆芽菜裡面去了 好吃 接下來我對這個語言很好奇 這看起來會不會 正殿之飽 它是香 然後呢 現在冷掉好像餅乾一樣 你覺得怎麼樣 超好吃的 我們知道小小在發片之前在日本受訓對不對 是的 所以今天特別帶你來老爺大酒店吃日本料理 讓你懷念一下你當時在日本當學生的感覺 真的很懷念耶 比方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酒罐握壽司 海膽 還有這個像這個比目魚 然後還有包圓田蝦啦 鮪魚等等 再來呢 這也是為你特別準備 它俗稱叫紅尾鳥 它其實就是魚頭啦 然後它這是紅燒的醬汁 再來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呢 我最愛吃這個 我在日本最愛吃他們的這個豆腐 因為很綿 有點像冰淇淋的感覺 有點像冰淇淋 胡麻味跟那個豆腐的味道 黏黏的 請你靠出